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Hello 大家好 又在安凡介紹美食時 今天是否拍攝泰國 不是去泰國 又不是去這間泰國 是去哪裏呢 去了洛庫中心的名苑 今天不想到處去 因為外面下雨 本身我想去觀塘 但下雨就免得去 下午茶時間 就進去試一試 看看東西行不行 人也不是太多 進去坐下再和大家慢慢說 現在是下午茶時間 適逢今天是假期五日勞動節 也有下午茶優惠 也不錯 下午茶就是這張字 價錢是29、23 還有40多元 下午茶還有媽保險33元 假期只加3元 即36元就有兩樣 我們也看一看 另外有一個牌 老婆也說挺好的 就是這個 優惠小菜 很多款式 選兩款都是138元 我們也看看選不選這個 另外最重要是說一下價錢 星期一至五 小點23.8元 中點28.8元 如此類推 我也不想說那麼多 因為免得很沉悸 說回星期六日假期 小點26.8元 中點31.8元 大點36.8元 特點39.8元 精點45.8元 茶位下午茶 公眾假期是13元 早茶下午茶有九折 正價點心 另外還有一些如刺的餐 有三個 價錢有三百多元 五百多元 以及七百多元 這些大家都可以看看 後面還有一個 唐心黑樹買三送一 我們也看看一些東西 待會畫了些什麼 再和大家慢慢聊 這個是下午茶媽寶 33元 今天假期加3元 香煎蝦米腸粉 這個腸粉煎得很好 為何這麼說呢 首先要做得到香煎 你看看 它真的要是脆皮的 全部都是煎得很香的 底部是焦焦的 咬下去是脆脆的 這樣才夠香 當然這些腸粉也挺細小 也不是很大條 味道也不是有豬油那種 是一些很普通的蝦米腸 裡面蔥蝦米的份量都會比較少 因為煎得夠香 醬油也不會加得很過份 真的剛剛緊緊熟 不會太多 點到即止 這樣就不會過了 另外這個甜醬和花生醬 也是不差的 也不會太多 或者味道不好 有些是放太久 味道不好 所以這個呢 首先來到 到真的印象不錯 做得不錯 這碟是燒汁煎釀茄子 下午茶優惠 寫明是兩件 價錢9.8 嘩 我猜不到它那兩件茄子 是這麼大件的 如果你剛才有看到 我們拍攝蝦米腸的外形 和這個燒汁煎釀茄子 你就知道有多大件 是不是比例很誇張 另外它的燒汁一點都不適合 看到底部有蒜蓉粒 不過打蝦這次失敗了 有些透明啫喱狀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其實它的燒汁原本 蝦底打得很好 濃潔度剛剛好 不過茄子有點出水 所以會煮到芡汁比較薄 但仍然很足夠的味道 說回主角茄子 茄子夠大夠 夠鮮嫩 裡面很多茄子的汁液 清甜的 煎完之後 一點都沒有糟糕 不好吃的感覺 吃下去很滑溜 而魚肉其實它很彈牙 它給的面色一點都不小 吃下去是有彈牙的口感 還有魚的鮮味 裡面還包含了很多芫荽 但剛才我吃的那一塊 就沒有紅色這些一粒一粒的東西 我現在就叫起了一粒 我打算準備給我老公試一下 看看是不是蠟腸 還是蝦米之類的東西 可能是火腿都不頂 那是什麼來的 是蠟腸來的 不過是一些很淡味的蠟腸 不是一些很濃味的蠟腸 所以吃下去不會很香 有些油脂味 它沒有的 是一些很普通的蠟腸 差不多可以說一些 類似餐肉的東西 剛才的魚肉 我吃完就有彈牙的口感 都蠻好吃 你吃完那半塊覺得怎樣 都OK 但是它就比較薄 我吃的那邊 可能我夾著邊位 中間就會厚一點 魚肉就比較少 沒有那麼厚 煎起來 都沒有煎到魚肉好 乾了 還有彈牙的口感 還有有腎香味 也算是煎得不錯 9.8 有兩件這麼大件 真是超值 接著這個就是野菜鮮蝦春捲 25元的 它有6條 每條是很長 一開二 即是完整的有3條 這碟東西真的很大 第一件最重要是 上桌的時候很夠熱 熱得很重要 另外油也不太多 長度有多長 如果一隻筷子 它是佔了一隻筷子 大約一半左右 所以真的挺長 說說裡面的材料 它有紫色椰菜 普通椰菜 紅蘿蔔 有一點點蝦膠 很少量 因為不是到處吃一島 老婆有到處吃一島 我又吃不到 但這個炸出來很脆 所以真的不錯 25元來說我覺得值 這個是蠔黃柳汁叉燒包 一籠有3個 我在下午茶媽寶選擇 它一拿到上桌的時候 有3個叉燒包 每個都很大 逼爆了叉燒包籠 大家看看 就是逼到我剛才撕開其中一個來吃的時候 已經包皮黏了龍邊 邊廂 賣相撕開就沒那麼漂亮 但它原本就是用了京式叉燒包皮來做的 咬下去的鬆軟度配合得非常之好 在軟硬色中 非常之好吃 餡料和包皮的比例近乎1比1 柳汁的感覺是有的 蠔黃亦都做得不差 雖然未接近到深啡色那麼誇張 但是甜度和香度 配合得非常之好 簡直一流 叉燒亦都選得很美 軟硬色中 咬下去不柴不乾 香味是有的 另外咬下去口感真的是一流 因為有柳汁的感覺 所以吃下去是特別欣賞 特別好吃 上桌的時候亦都是熱辣辣 煙碰碰碰 大家都可以來試試 價錢一點都不貴 30多元有兩樣 最多每樣加3元 你可以平日來選擇 真的很好吃 這個叫香菇燒賣 都是下午茶優惠章子 25元 一籠有4粒 首先這個燒賣 看下去它不是切肉 看都看到了 餃肉 餃肉 它的肉也不是雪肉 新鮮肉 所以攪出來的肉質也比較好 比較嫩滑 不是太粗 當然肥豬的比例一定沒有4-6 只有3-7左右 蝦也有 面上有蝦 而且它會混入香菇 可能菇也有水分 令它會比較濕潤 它製作出來 也不會乾柴柴 硬了 很黏 所以一攪好菇 就會令它比較鬆散 吃下去又不是很反感 雖然你問我 它又不是切肉 肥豬肉又不多 我已經說過了 這些燒賣九成都會窩窩 不太好吃 但這個我感覺上 又不是很差 但不至於我很喜歡吃那一隻 它製作出來比較彈牙 挺有趣的 像牛丸一樣 彈一下彈一下 你看看 很過癮的 這個就在我來說 就未必是對的 這就是大家 取決於喜不喜歡吃 瘦一點的燒賣 如果瘦一點的燒賣 這個我覺得應該是對的 我知道有網友 是喜歡吃瘦一點的 這是破天荒 我第一次在老公面前點的 胡思翠軟甲 寫明有四件 價錢23元 為什麼我會點這個點心 因為我剛才坐在這裡 未點點心的時候 我看到旁邊有幾張桌子都點 然後全賽員拿到上來 我覺得買相挺有趣 挺吸引 應該不會太差 所以我就想試一試 看看我老公是否吃這個 芋頭製成品 大家在鏡頭面前 看到是否長方立體 一條一條 它總共有四件 外面的表皮 真的有點像鹹水果 這樣貼了很多芝麻 炸脆了 而裡面的餡料 是夾了很多 一條一條 芋絲在裡面 調味非常好吃 為什麼呢 好像麗芋盒一樣 它的芋頭是用五香粉調味 所以咬下去 芋頭香味 跟吃煎芋頭糕那種 有五香粉的味道 一模一樣 另外它放在油鍋裡面 炸到外皮是酥脆 然後第一層 裡面是軟糯 然後再吃到芋蓉 是綿滑 所以一塊點心裡面 是有三種口感 首先就是酥脆 第二層就是軟糯 第三層 最中間那層就是軟糯 剛才我給了一口 我老公試了 口感好嗎 口感是可以的 咬下去都是有點脆脆的 挺好吃的 但味道始終都是不適合我的 我始終都不喜歡吃這個東西 口感上是OK 因為它有點像鹹水果 或者像某些煎餅 其實挺好吃的 只是味道不太適合 那揭開第一層給你們看 其實它都咬到啡黃色 有點酥脆硬硬的口感 所以咬下去是有脆口的感覺 挺欣賞 裡面是五香粉的味道 很突出的 整體的賣相都挺吸引 所以我才叫這個點心吃 姐姐 接下來我講一下 這是下午茶優惠的鮮味蝦餃王 29元 一籠有4顆 它這個也沒有說什麼 筍尖蝦餃王 或者它沒有形容這些東西 只是說鮮味蝦餃王 但是你猜不到 驚喜就在這裡了 它裡面竟然是有筍的 你看我這個剪散了 其實它裡面一咬下去有很多筍 另外它的蝦是整隻夠脆口 也質素不差 咬下去不是梅的那隻 不是說咬下去軟的那隻 唯一是有少許美中不足 是什麼呢 它的汁比較少 這層皮的厚度也剛剛好 不會超過了 如果超過的那些就會過厚 如果好像昨天那間 這樣就變成水母蝦餃 它那些又太薄又蒸過濃 這樣就變成水母 這個我覺得真的不錯 29元來說 真的我告訴你 你去外面任何一間 都是這個價錢 沒有筍在裡面 也沒有這個質素 說真的 它的尺寸也剩得剛剛好 不會像蝦餃王那麼大顆 不會像公仔那隻那麼小顆 它這個是真真正正正 師傅親手做出來 所以這個真的不錯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好吃 很划算 吃欠 結果我們看了優惠小菜的牌 也是被這個香煎黃花魚配胡麻醬吸引了 因為你知道老婆喜歡吃黃花魚 其實我們想多點一個 但是看來看去也沒有一個正確 其實夥計也有問我們 不如多點一個吧 值得一點 我們也選不到 算數吧 那就點一個吧 免得多點一個不喜歡吃的 放在這裡又好像浪費了 其實我們點心都叫了那麼多個 她還跟我們說 不如你選點心吧 太多了 我說不用 我們吃得完 所以有時候 即是明白的 未見過我們吃東西 或者我們都不是經常來 如果離開的那些 就會覺得不出奇 未來過見到就會很出奇 這個胡麻醬我喜歡吃 這條魚就老婆喜歡吃 接下來的時間 就交給我老婆說了 一看到這個優惠小菜牌 立刻噴一聲 眼睛都睜大一點 其實這條香煎黃花魚 它也是放在油鍋裡炸過的 撲了粉之後 也不算煎的效果 因為煎的效果 魚皮不會把粉漿撲起一個個撲 應該是魚皮 會像平時我們見到煎魚一樣 會有些脆口 啡色 焦香的味道 和顏色呈現出來的 但這次純粹是看到 炸完之後 有些粉撲了很薄的位置 就起泡泡 最後它也撒了一堆炸蒜 和蔥粒進去做裝飾 味道是吃不出的 除非你咬中那顆蔥或炸蒜 說一下那條黃花魚 它也差不多接近有一隻筷子那麼長 外皮已經是醃製過的 所以吃下去有鹹鹹香香的味道 脆口的感覺是有的 但有沒有我們平時在家製的 椒鹽小黃魚這麼厲害 就差一點點 但肉質也算是好吃的 有魚味 還有少許油脂香 再加了胡馬醬 在表面再吃 就會更加醒胃更加好吃 整體來說 這個單點小菜系列是78元 雙點是138元 我也覺得非常優惠 是好吃的 如果一條這麼大的小黃魚在上海店吃 坦坦地也要收這個價錢 甚至可能貴一點 所以這次做得這麼好 買上也這麼漂亮 我覺得是值的 接著這個就是花膠龍湯餃 29元 這個真的蠻好吃 首先看看 有一隻很Mini的花膠 這些貨色 我想也不會太好 但不至於很差 有些是很小 不像花膠 有些像魚肚 那些質感 這個不是 它也比較漂亮 但它已經切了一半 也沒有問題 其實我知道這些是點絕 只是做過技術 放下去就好像賣多少錢 這個餃子就蠻好 為甚麼呢 其實它不用這個湯來浸 我很相信它就這樣拿上來 好像以前懷舊的罐湯餃 湯是在餃子裡 我也很相信這個是做得到的 因為來到 這個餃子的皮是很嚼勁 不像很容易穿的那種 多數罐湯餃一來到 其實裡面已經散了 不用那個湯或盜裝 是不可能的 但這個不是 它來到 我是要用少許力 才能打開它 即是告訴你 它這個皮本身都夠硬 是承受得到它裡面的湯料 所以這個 我相信這些功夫也很好 不過它因為要這樣做 很多現在是說 穩陣一點 加湯多一點 這樣就會比較濕潤一點 它多數會這樣做 裡面的料有甚麼呢 有蟹柳 有木耳 有蝦仁 有豬肉 有很多很多 而且它的高湯也做得很好 味道也不會過濃 不會太濃 太淡 好適中的 所以這個 我們放久了 其實冷了一點 還是很好吃 我連醋都還沒加 你看看旁邊 我打算是否應該 吃到差不多 再加點醋 我想這個不用了 因為它的味道真的很足夠 這個價錢29元來說 真的不算貴 當然今天假期會貴一點 都可以的 這個不錯 這碟是小嬌白玉棉花雞 價錢23元 平時我多數在第二間點心店或酒樓 就叫小喬白玉棉花雞 不過它這次用了類字邊 我就讀小嬌 以往我在另一間名丸吃過這個點心 就是荔枝國碧海藍天伊朗 以前有一間名丸 我在三年前經常去那裡喝茶 多數都會叫這個點心 因為它份量很大方得體 份量多之餘 還要買相很漂亮 很一流 裏面的材料沒有今天那麼多 也同樣是有上等的魚肚 這裡大概有四塊幾五塊 因為剛才我吃了一塊比較偏小一點 吸汁力和掛汁力很強 但是荔枝國那間就只有三塊而已 很滑的雞柳 它是不膩皮的 但是脂肪感和肉質都非常滑 而且有些雞味 所以就非常欣賞 它也是同等一樣有三塊 這麼厚身的花菇 將一分為二有兩塊 吃下去除了脆口之餘 還要爽滑 沒有木味 沒有不好的味 浸得非常透徹 非常好吃 另外紅棗點絕也有半塊 比較好吃的蟹柳 也有一條 這種蟹柳有些蟹肉的鮮甜味 最特別是有淮山 也有三塊 也挺厚身 煮的時候已經蒸到熟透了 吃下去是很粉綿 整體上份量大之餘 味道調校得很好 拿到桌上時也是熱辣辣 煙 吃下去的口感 因為魚肚吸力極強 調味方面又一流 所以非常好吃 23元這裡真的很划算 我以往幾年前吃 應該是沒有記錯的話 是屬於大點或特點之餘 是貴過23元 這裡份量多之餘 還要是煮得好吃 真的很難得 值得欣賞 美人照鏡 還有少許棉花雞 吃完就完場了 老婆先吃魚 不是開玩笑的 你看骨也沒有了 不是不在 是在隔壁的骨 接著講講最後總食評 在隔壁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 只要隔壁的隔壁 是在這間隔壁的隔壁 正面的隔壁 有些人说食物不太好 服务也不太好 我今天来吃完之后 感觉上完全是两回事 所以我经常说 要亲身吃过 你自己感受过 才知道真实情况是怎样 食物质素全部够热 是没有热热的 所以这东西很值得赞赏 服务方面也很好 我觉得这里不停在盛碗 盛碟 看你有没有茶 所有东西都做得很好 这里的冷气很旧 真的很舒服 我们坐这么久 我有些坐得不舍得走 很凉快 今天先说些食物 始终不是说周边食物 主打我们是来吃东西 不是来看租盘 今天要介绍的食物 我很欣赏的是虾饺 虾饺有笋 汁只是比较少 皮很适合 相比之下 我竟然会不介绍 因为它首先是饺肉 和肥肉少 这个我没有欣赏 另外就是棉花鸡 棉花鸡 老婆也有说 够大碟 因为以前老婆常常去喝茶 我就很少 因为我那时候要上班 要工作 她就比较多 跟她妈妈去喝茶 现在她来再吃 棉花鸡也说挺好吃 而且我感觉上 这个味道也够 汁也够 够热 很好吃 另外的东西让老婆说一说 我今天的推介 当然是叉烧包 叉烧包多汁 叉烧肉做得好吃 蠔黄 真的够味 甜度又适中 包皮又松软 又够热 又够大 餡料的份量也比不少 真的很好吃 另外一样就是小黄鱼 它配了胡麻醬 我老公吃到嘴巴 刚才差点连那碟胡麻醬的底部都舔了 另外最后我也想说一下 这里的服务真的很好 其实我喝过早茶 早茶我坐出一点 冷气就没那么凉 这里坐进一点就真的很凉 服务真的招呼周到 而且很细心 你需要有些什么 她都会很适切地立即和你安排 虽然她很忙做着 例如你用辣椒油 你要冲水 你要收拾碟 她自动自觉就来很多次 在哪里找呢 这些服务 最后就是说一下 这里的位置 这些预台之间不逼夹的 很阔落 椅子都坐得很舒服 而且摆东西的位置 就算你一张普通的桌子 它都很宽敞 是喝得挺舒服的 另外它款式其实也挺多 我们只不过是没有叫正价点心 还有没有叫多几款小彩 就试了一款给你看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试多几款 这里环境有清洁 整齐 光芒 全部都很周到 就算明远和其他那几间 都一样是这么漂亮的 我觉得 今天的推介 其实不止两样 不过我们最喜欢最喜欢 就是这四样 其他那些都没什么不好吃 可能我老公不喜欢吃糊头 它就会觉得有糊头的店 很一般 但其实我喜欢吃 今天我说的就是这么多 好了 今天这餐就是353元 其实有些东西是每款要加3元 那麦芒补也是加3元 那些我可能价钱先头就说漏了 那总共现在是353元 其实我们只要叫少那条鱼 其实大家只是200多元买单 真的不是很贵 在明远来说也算是OK的 今天还是假期 你要记住 也有下午茶给你们喝 也算是这样的了 今天影片就说到这里 喜欢看我的影片的话 订阅、赞好、分享、留言 多谢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